哈喽 大家我送鸡 我到新疆木垒了 来看一下黄醉仙瓜地 不搁这些都是 没有施肥 不施肥 它突然以后 这个就是打的 用胎耍营养的 在什么上去 就没施过肥 嗯 这不是肥 哎呦 厉害呦 它特别不施肥 在我们那边不施肥 不可能能种得出这么好的瓜 产量还这么大 去年我过来的时候 这些瓜 苗子还不到这里的 五分之二吧 比这里少了一半的苗都不止 今年种得特别好 这个也是足够大了 也是一公斤以上 这些瓜好 嗯 这样炸药呢 哇 这样炸药都可以翻画 那瓜就像画成熟的 瓜地盖溜着 嗯 对对对 这样这样 这个颜色就可以翻画 翻画速度变黄了 这个就是发货的标准瓜了 变黄了 有裂痕 这样颜色翻画 闻着它整个瓜都是有很浓郁的香气的 口感是软糯香甜的 相当好 我1718年来到新疆 在南疆那边吃过一次 这个黄醉鲜 而且还是完全熟 熟过了的那种 它不是刚好成熟那种 软糯香甜的味道 把我迷倒了 在后来的四五年时间 一直在新疆寻找没有寻找到 终于在去年被我找到了这个瓜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这个就是新疆甜瓜哈蜜瓜的天花板 专门带了一件到乌鲁木齐 给我的小伙伴派 个个都说非常好吃 问我哪里买的 我是朋友送的这个 要买也买不着 真漂亮 这是羹瓜 它也长不大 羹瓜是啥 就是瓜跟前的瓜 哦 瓜跟前 主枝的那个瓜 哦 主枝跟前的 就第一个嘛 嗯 第一个瓜 第一个瓜 第一个瓜长不大的 长不大 它要分枝再分枝 一般孙 孙枝那里打出来的 就有这么大 如果打的话就是14多五枝 一个同一个瓜嘛 那你们总共种了多少个 瓜哦 一同一瓜 主要24亩子 14亩子 14亩子 24亩子 24亩 它一根藤只有一个瓜 哇 这个接一会儿 是蛮多一个 开始送的就是第一批头茶瓜 也是一年当中 所产的黄醉仙最好的质量的时候 无论是甜度 味道口感都是最顶尖的状态 它是有三批瓜 第一批呢在最前面 然后到中间是第二批 再到后面是第三批 摘完前面的还可以一路采摘过去 这个瓜我去年也卖了一百来单 大家对它的评价呢 就来源于他们对于这款产品的 反购力度嘛 有一个人买了一单回来就给我买了八箱 基本上亲戚朋友送了一遍 我明明就没有卖多少单 今年很早三四月份 就开始催着我来新疆找这个瓜吃 吃了会上瘾啊 这片是西瓜地 哎呦那也被狐狸咬掉口 都没有打过药的 也没有打过肥 啥都没有 纯天然成熟的瓜 咱们打开就给它吃 水分真好啊 嗯这个 这个给它吃 这个 你们吃吧你们吃 嗯 你吃你吃我真不吃 我真不吃 这个台太烫了 要凉下来吃比较好 这些好可爱 有大有小的 晚上的时候还来这边打 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还来这边打狐狸吗 嗯 就是那个欢猪子吃 欢猪子 欢猪子 狐狸没有了这间 他晚上 每天晚上我都睡觉 哈哈 都不睡觉过来打 打欢猪子 每天晚上都砍了 每天晚上都砍了 嗯 欢猪子吃了 每天晚上砍了 嗯 每天晚上砍这瓜 哈哈 最新鲜的瓜 嗯 好甜啊 嗯 超级甜 这不太甜了 哈哈 太甜了 哈哈哈 你把我呛到了 呛呛 呛呛 嗯 水分又足又甜 就这么大 这些个个都古灵精快的样子 呵呵 嗯 又到了红坠仙帝 啊 这是第二批 刚才的第二批 哇 我的天啊 下面第三批 第二批 第三批 是是是 哈哈哈 不灌了不灌了 再灌就中暑了 今天超级热 怪不得这边的瓜好吃 温差很大 白天现在应该38度以上了 接近40度了 可能还不止 就人体能感受到那温度 到了晚上呢 还挺凉快的 甚至有点冷 手上全是糖分 黏黏糊糊的 黄醉鲜 嗯 一个大醉一个小醉 嗯 发火就这么大 嗯 你开始刮一下 这不是发火就这么大瓜 对你给我的都小小个的 哈哈 这一刮成这样吃得不错 什么是啥 太小了一点 嗯 是哈喵子的 嗯 这是喵子 嗯 嗯 那不是瘦瘦鱼 这种是孕的苗 自己孕的苗 孕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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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孕的苗 孕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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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了一下 那个味道确实没有那么好 是种子啥的都不一样的吗 不是不说啊 他那个不叫黄醉仙啊 不是黄醉仙啊 嗯 这种他轻 轻的这个 黄醉仙大小 他这样就差不多到头了 哦 这个是到头了 没有再大 再大最多也就一点点 这个漫画的问题少得多好啊 整个啊 整个啊 这口感真是好吃 样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但味道差距很远 送我一包呗 哈哈哈哈 又要到一包种子 然后去自己玩 小西瓜 这是自己家种的 非常卡哇伊啊 小小的一个 两三斤重 我们上划的时候 就大了上大了 哈哈哈哈 这个划你看 上大了不然 他们就大了要了 上划的时候 我们上大了 老陆河的划 你看这划 吃到四种也 是水的 水啊划 不加大了 买的水就不多 这个风干木木 泡烧吃多好啊 水淋淋的 水淋淋的 水打就 给你先炒 谢谢 嗯 好吃吧 好甜啊 这么甜啊 好甜啊 邻居家送过来的吗 嗯 你炒 这个味道 喝了 这个味道不一样 没有 这个不是黄醉鲜啊 没有味道 没有 没有口味道啊 它 太面了一点 嗯 也没那么甜 啊更重要的是 它没有黄醉鲜的那个香气 好甜 真棒 吃这个 云南这个不太好吃了 这个 这个不太好吃了 你看 这个瓜还是瓜的口味 你看 诶 那是轻腰的 这个 这个瓜还准是 试一下啊 我们的主人公啊 黄醉鲜 它熟透了之后 还是有点偏绿的颜色的 淡绿色 就是这种淡绿色 能看得出来 果肉也是有点面面的 但水分比较足 这种瓜就是吃蓝的 是啊 不一样 那边就先炒 哎 炒 口感活了 四种子瓜 它尾到以后 是啊 炒对以后 哎 那种瓜 它就是产量比较高 没有 这真的没啥 没啥味道 风味啥的差距很远 哪个眼前不一样 哪个眼前不一样 风味差距相当大 嗯 看起来都是黄黄的黄蛋子 嗯 不一样 土豪就这样 这瓜 十来分钟前刚杀的 不新鲜了 重新杀过 哈哈哈哈 真牛逼啊 哎呀 它干净来了 我瓜地上面烂的 还更多一点 这样想想也不算很浪费吧 持久了 你看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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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谢谢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 找不到 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品牌 这是正品的种子 如果买到假的种子的话就完蛋了 就会种出来这种瓜 这种瓜就不好吃 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味道差距非常大 正品的种子呢 是叫黄醉仙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 吴明珠院士 又被称之为瓜果女王嘛 她自己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明年的三四月份 我在家里面尝试一下能不能种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让我寄一些 可以拆开来嘛 拆开一些 寄给大家尝试一下 在其他地方种子 下了单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催着发货 大概是21号左右发货 要保证每一颗瓜 到了手上都是精品瓜 真正的新疆味道 除了在 除了在我的私人账号上面购买的 还可以在某宝上面搜索婚前仙女 搜索店铺里面 也是我自己的店铺在卖这个瓜 好了先这样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们